在原子弹70年前爆炸的那一刻,长崎和平公园响起终声,绰号为胖子的原子弹当时在长崎上空爆炸,导致15万人被炸死或后来死于放射病。 三天前,广岛举行了类似的纪念原子弹爆炸的活动,在广岛的爆炸导致大约14万人丧生。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长崎举行的纪念仪式上献了花圈。 来自75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纪念活动,其中包括美国驻日本大使卡洛林·肯尼迪。 作为世界上唯一经历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,日本将努力遵守不拥有、不制造和不准引进核武器的非核三原则,为在全世界消除核武器而努力。 我已在下决心将接近全力,让日本在国际间牵头争取实现国际核裁军。 有许多抗议者参加了纪念活动。 在安倍首相发表演说期间,一个抗议者对安倍政府提出一系列法案修改日本二战后的和平宪法,表达了不满。 在范主纲,教宗方吉各在圣彼得广场举行的美洲祈祷会上,呼吁全世界取缔和武器。 过了这么长时间之后,那场悲剧事件依然让人感到恐怖和厌恶。 它成为在科技成就被错误运用的情况下,人类无止境地毁灭力的象征。 它也是对人类的永久性的警告,要人类永远舍弃战争,取缔核武器和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。 对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,促使日本在1945年9月2日无条件投降。 据信,全世界目前有9个国家拥有核武器,这些国家是美国、俄罗斯、中国、法国、英国、以色列、朝鲜、巴基斯坦、印度。 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。